中午颱風 虹霞按照陸續研判 就向局部排除 在這個禮拜天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回轉售私電針先 進口鮭魚 未檢驗合格入關 先行偷跑明顯違法 AIT台北辦事處長 七月將由首位的 華裔處長梅建華出任 另外的英國國會大選 投票正在進行當中 下一步將面臨 籌組聯合政府的談判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 七號的公示晚間新聞 位在菲律賓西方海面的 中度颱風洪霞 在這個周六跟周日 接近旅宋島之後 可能就會大轉彎了 氣象局不排除 在這個禮拜天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 洪霞颱風 最距離台灣是最近的 暴風圈可能會擦過 東南部的陸地 海上颱風 洪霞不斷增強 周三已經成為中度颱風 氣象局預測 洪霞在周六或周日 接近旅宋島之後 就會大轉彎 改朝東北方 也就是台灣的東部海面前進 氣象局不排除 在周日母親節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因為他大概在十一號 到十二號左右 就有機會很靠近 台灣的海面 所以如果快一點的話 也不排除禮拜天 其實就有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的可能 目前除了台灣 美國也是預測 洪霞將會穿過 旅宋島北轉 角度更接近台灣 日本預測 則偏向東部外海 氣象局表示 洪霞北轉的時間 及角度 都會影響到他的路徑 很可能暴風圈 將擦過台灣東南部的陸地 雖然發布 陸上警報的機會不大 但還是會為東部 及南部帶來降雨 我們的南端陸地 跟東半部陸地 會受到它的外圍 雲系或者是環流的影響 下雨的機率會偏高 甚至於不排除 會有一些局部 比較大的雨勢 水晴方面 高屏溪藍河宴的河川流量 七號下午 已經達到每秒十三點六 立方公尺 比警戒值高出許多 經濟不透露 週五的抗案會議 很可能就可以解除高雄的 第三階段限水措施 至於石門水庫供水區的狀況 就得看洪霞颱風帶來多少雨量了 記者林鄭武秋福財台北報導 食品安全事件有預裝 連鎖回轉壽司店真鮮 在上個月底進口了一匹鮭魚 總共是三千多公斤 不過因為是生鮮食品容易腐敗 需要先冷藏 所以業者申請將還沒有通過 檢驗的產品先放在海關冰櫃 等到檢驗合格之後才可以入關 不過桃園衛生局卻發現 業者竟然在還沒有取得輸入許可之前 就先行偷跑 分切加工 明顯迴訪 掀開保麗龍保溫箱裡頭裝滿了 大西洋鮭魚和多腦核鮭魚 超過一百三十五箱 重達三千零二十三公斤 原本是連鎖回轉壽司店真鮮 準備好的上頂漁貨 現在全招桃園市衛生局扣留 其實真鮮在四月二十八號進口 這批鮭魚後四月三十號 就向食藥署申請拒絕先行放行 隔天五月一號桃園市衛生局 前往稽查出驗合格 只差取得食品輸入許可證明 只是過程需要花上五天 但真鮮卻在五月二號就散至 拆封分切加工 以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 食藥署強調業者進口 生鮮食品申請拒絕先行放行 目前只能進行冷藏保存 不能拆封加工 更不能販售 如果真鮮不只偷跑 還偷賣 將依法再處理販售價格 一到二十倍的罰還 先前三點一克植火烏龍玫瑰茶 被驗出含有農藥DDT之後 高雄市衛生局將這一款商品的 所有原料採樣送驗 結果證實玫瑰花瓣 的確含有四種農藥 不過目前已經有五千多公斤的 玫瑰花瓣不知取向 高雄市衛生局昨天晚上 公布最新檢驗結果 證實三點一克植火烏龍玫瑰茶 中的玫瑰花瓣 的確含有DDT 布菲松 拌育松和三洛松 等四種農藥 其中DDT殘留問題最嚴重 因為DDT是禁用農藥 卻被驗出有0.302ppm的殘留 確實在這個玫瑰花瓣裡面 檢出含有0.3ppm的DDT 這個禁用農藥 那另外也同時檢出 還有多種的其他的農藥的殘留 三點一克的上游廠商 除了台南的永生堂 高雄的和融公司和盛吉行 也有供貨 衛生單位和檢景發現 盛吉行負責人黃信女子在去年 從印度進口5500公斤的玫瑰花瓣 以香料用玫瑰爆關進口 規避食品查驗程序 再以和融公司的名義 把玫瑰花瓣賣給三點一克 做成茶飲 另外高雄市主要干貨集散地 三豐中街 也有9家中藥商或干貨店 販賣和融出貨的玫瑰花瓣 你如果說散客來我沒有口頭上跟他們講 這也是不得實用這樣子 對你們的衝擊來講 你不覺得現在食物問題太嚴重了嗎 和融公司已經將玫瑰花瓣銷售給39家業者 並聲稱出貨單都有住民不得實用 而干貨業者也清楚是非實用等級 只是現在還有五千公斤玫瑰花瓣不知去向 而消費者買回家後的用途也無從追蹤 記者李慧宜陳顯坤高雄報導 今天早上十點多左右 一名王姓男子突然闖進了高雄市政府的市長室 說要見市長陳菊陳情 不過他一聽到市長不在 當場情趣失控 將市長室的盆栽丟上了一樓的中庭 幸好沒有人受傷 而這名男子被移送法辦 去年十一月市議員參選人李政憲 開車衝撞高雄市府 今年二月氣爆受災戶揚言要爆瓦斯桶炸成局 今天早上一名王姓男子跑到高雄市府市長室 要見市長陳情 可是一聽到市長不在 情緒失控 把三樓市長室外的盆栽丟向一樓中庭 有民眾想要在市長室這邊表達他的意見 那經市長室人員告知他市長不在 那他一時情緒激動 就有丟盆栽 然後打壞市長室招牌 等等的動作 當時現場尖叫聲四起 不過幸好沒有任何人受傷 而這名四十八歲的王姓男子 很快的就被警方制服 並帶往林雅分局民權派出所進行徵訊 在證訊過程中王姓男子表示自己精神恍惚 而隨後趕來的兩名弟弟也強調 各個精神狀況不好 本來今天下午有安排就醫 沒想到還沒有看醫生 早上就在高雄市政府造成一場虛驚 記者李會議陳顯坤高雄報導 台北市廉政委員會明天將公布 包括了大巨蛋案在內的調查報告 不過今天就先傳出 當時擔任財政局長 也是大巨蛋案召集人的李樹德 甚至是前市長馬英九 因為疑似是涉及圖利 廉政委員會明天將建議台北市政府 將兩個人移送檢調偵辦 不過剛剛總統府回應說 馬總統絕對沒有圖利廠商 可以接受最嚴格的檢驗 而總統府也批評廉政會 先射箭再畫靶刻意献人於嘴 北市府廉政委員會8號 將公布大巨蛋調查報告 在柯文哲將往來公文和會議紀錄 上網公開後 外界對大巨蛋當初合約內容 包括權利金減少 以及營運契約修改多所質疑 宋憶戶數團體更表示 早在民國九十六年 就掌握大巨蛋招標了問題試證 並移送檢察院 對 像這些東西都是在錄音檔裡面很完整呈現 都是李樹德在主導的 宋憶戶數志工組長尤益表示 當年發現大巨蛋合約有問題 特別是當時擔任財政局長兼召集人的李樹德 但因為資料未全部公開 對馬英九的涉案內容掌握不多 不過市府廉政委員之一的律師 袁秀惠說 首波調查報告是以大巨蛋簽約 議約和徵審時節點為主 調查內容確實包括馬英九 和李樹德等相關人員 根據四月初曝光的民國九十二年 遠雄和北市府議約會議的錄音檔 在開發和營運權利金的部分 李樹德竟然不提 也早已引起外界質疑 面對各街將大巨蛋案是否涉及弊案 矛頭都指向前市長馬英九 以及前市府財政局長李樹德 聯委會是否會建議移送兩人 被市府表示八號調查報告出爐 一切交由聯委會來決定 從馬英九今天參觀 兩岸回顧展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 主席會上深化九二共識的成果 馬總統他今天更是親上火線 強調九二共識是在前總統 李登輝的時候拍板定案的 他也再度質疑蔡英文所說的 維持現狀究竟是什麼 馬總統參觀兩岸回顧展特別在當年關於九二共識有關前總統李登輝簽字的文件前停留 馬總統大動作提出四項文獻 強調九二共識是一九九二年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主持國統會議拍板定案 也力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主席會上深化九二共識的成果 但回顧幾天前李登輝在中正大學演講時特別重申 根本沒有九二共識 馬總統強調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兩岸七年來的協商 也將炮口對準民進黨總統參選蔡英文 並再度質疑蔡英文說的維持現狀到底是什麼 也舉出兩千年七月六號 當任入委會主委的蔡英文在立法院達巡時 早就確認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立場 蔡主席說過維持現狀 就是維持臺海的和平 以及穩定的發展 馬總統就兩岸議題再度親上火線 但民進黨明顯冷處理 呼籲馬總統最後一年的執政不要再打兩岸牌 好好重視民生經濟議題 記者林夕朋友組台北報導 北部地區才剛剛正式解除了公五停二的第三階段限水 不過沒有想到今天傳出在這個月底 還可能面臨限電危機 今天經濟部跟臺電呢 遭到了立委的連番跑轟 五月底限電與否 經濟部長鄧正中不敢把話說死 強調只能盡力而為 立委聽了火氣更旺 要部長拿出魄力 乾脆拿烏紗帽 單保五月不限電 今年如果說包含民生 如果都還要限電的話 我就要你下台 可以嗎 可以嗎 該我負責的部分 我一定負責 那個方位 你要當一個部長要像樣嘛 就是如果因為我督導不周 我一定 就怕天氣異常用電量暴增 加上核一二廠一號機目前停機 核三廠發生火警 二號機修復至少兩週起跳 但何時能啟用未知數 另外南部星達火力發電廠 三號機也停擺 核電廠火力發電廠 機主相繼停擺 事無前例 裝置容量一口氣少了三百一十萬千瓦 被轉容量掉了百分之五點九三 瀕臨限電 經濟部強調 民生用電如果遇到電力缺口 會吊派燃氣與燃煤發電來支援 盡力讓五月不限電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 台北報導 好 繼續來看是南投縣的垃圾 是無處可去 垃圾量已經高達了八千噸 其中有一半的垃圾 就在草屯的這處堆製場 幾乎是完全不能夠負荷 原本希望要協助幫忙 焚化的臺中焚化爐 現在卻以碎修為由 也說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南投的垃圾堆積如山 非常嚴重 垃圾堆得跟山坡一樣 烈日曝曬發出陣陣氣味 連鳥大量盤聚蜜食 已經對環境和生態造成衝擊 南投草屯清潔隊很無奈 目前只能繼續往上堆 南投縣 目前有八千噸的垃圾堆積量 光是草屯就堆了四千噸 占了全線的一半 以全線每天兩百五十噸的製造量 很快就會達到上限 協助處理的臺中焚化爐也碎修 加上南投縣沒有自己的焚化爐 外包廠商也因為操收 處理事業廢棄物 無力吸收 民生垃圾處理得量越來越少 讓鎮長很頭痛 眼看垃圾山一天一天的長高 南投縣府也已經請環保署介入協調 目前嘉義 苗栗和台中 高雄等縣市 已經同意協助處理 一天可以焚化三百五十噸的量 預計三個月之內 可以將四千噸的垃圾處理完畢 垃圾大戰警報暫時解除 不過南投的垃圾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紀友林健生 南投報導 嬰幼兒非常容易感染的 倫狀病毒目前全球出現了變異 台灣目前已經有五起的病例 他們的共同症狀就是發高燒 還有天天腹瀉 必須要住院治療 醫師今天提醒家長 倫狀病毒就連胃酸都殺不死 用酒精消毒也沒有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疫苗 什麼東西都往嘴裡放的小嬰兒 是倫狀病毒的高危險群 而幾乎每個小朋友在五歲前 都有感染倫狀病毒的經驗 而倫狀病毒這幾年不斷變異 醫界監測 新型的G8 倫狀病毒也已經進到台灣 近一年多來已經有五起病例 不排除會開始流行 這五起倫狀病毒的病例 都是沒有上學 也沒有被送到拖嬰中心 生活環境非常單純的嬰幼兒 可見不是消毒和環境清潔 就可以預防倫狀病毒 口服疫苗還是最好的防禦方式 而目前的疫苗 對變異型的倫狀病毒 仍然有一定的保護力 醫師表示 倫狀病毒具有高度傳染性 如果沒有疫苗保護 一旦感染 恐怕會嘔吐腹瀉 嚴重到脫水 有生命危機 建議新生兒滿六週後 就可以口服倫狀病毒疫苗 記者薛佳希奇文台報導 好 插播一則最新的消息 又發生了我國漁船遭到了 菲律賓扣押的事件 屏東琉球級漁船升風十二號 今天清晨通過了菲律賓海域的時候 遭到了飛國船艇強行登船 隨即遭到了查扣 好 從後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艘就是被菲律賓扣押的 屏東琉球級漁船升風十二號 雨會表示我國漁船 在通過菲律賓海域的時候 被飛國強行登船扣押 人跟船被壓到了巴丹島 船上有兩名的臺籍跟四名的 印尼籍的船員 目前被留置在船上 已經緊急請求外交部協助 交涉來進行營救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消息 好 我們繼續要來看的是呢 美國在臺協會呢 臺北辦事處的處長 從七月份開始 將由國務院前亞太副助理 國務卿梅建華出任 而梅建華呢 不僅是美國官方 亞太政策的核心人物 也是第一位華裔的AIT處長 美國在臺協會AIT 正式宣布 曾任國務院 亞太事務副助理 國務卿的梅建華 將在七月出任 AIT臺北辦事處處長 梅建華也將是首位 華裔身份的AIT處長 外交部對於梅建華 即將就任也表示歡迎 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歡迎 也深信梅建華能夠在 馬啟司處長奠定下的基礎 能夠進一步擴大 跟深化臺美的雙邊關係 梅建華雖然並未像前幾任 AIT處長司徒文或楊書蒂 擔任過駐外管大使 不過國際關係學者認為 梅建華的亞太主情身份 是最熟悉華府兩岸政策的 美國官員 而且在臺灣總統大選前 美方指派梅建華 主要目的是要讓下一任 總統當選者清楚瞭解 美方的兩岸政策 尤其是現在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外界認為勝算機率偏高 也要避免蔡英文所提的 兩岸政策影響美國亞太利益 才會有這一次 預防性的人事安排 如果在二零一六年發生了政權輪替 或者在這個競選期間有一些這種時候兩岸關係的這種說法 不希望這樣的一些說法或者未來的一些政策會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利益 特別是美國跟中國的一些之間的一些夥伴的關係 梅建華在美國外交領域資歷20年 除了華府地區職務 也曾派駐北京大使館首偶大使館等等外交自力深厚 也是美國亞太政策的核心人物 顏政策認為梅建華比起前幾任AIT處長層級更高 此時由梅建華駐台 先見美國對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高度重視 英國國會大選在台灣時間今天下午兩點開始進行投票 而根據選前的民調顯示 在投票結束之後恐怕就是如何籌組聯合政府的談判 如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的話 談判過程最長可能要好幾個月 大選投票前的最後一夜 兩大黨黨魁盡全力衝刺 因為過了這一晚 一切都只能交給選民手中的選票來決定 分布在英國各選區的投票所 七號早上七點開門 讓選民前往投票 直到晚間十點截止 五千萬合格選民將要選出六百五十位國會議員進駐西敏寺 除此之外 兩百七十九個地方議會也要選出超過九千名代表 還有南開斯特等六個城市有市長選舉 東部的貝德福德郡史無前例的舉行公民投票 以決定議會稅是否要增加 七號一早各黨領導人都現身戶籍所在地的投票所投票 極右派的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吉七點半就在拉姆斯蓋特的投票所投完票 一派輕鬆地和媒體談天說笑 事實上法拉吉在這次的大選賭上了政治生命 表示如果獨立黨掛鈴結果出爐十分鐘之內他就會火速辭去黨魁 選前各大媒體一如網立在頭版以最醒目的標題政治表態 其中金融時報經濟學人都以經濟為理由表態支持卡麥龍二連任 勁爆支持工黨 發行量最大的小報太陽報支持保守黨 但有趣的是蘇格蘭地區發行的太陽報 卻是表態支持蘇格蘭民主黨 記者王惠文整理報導 今年三月德國之一航空發生了 腹機師疑似蓄意駕擊撞山 造成一百五十人死亡的空難事件 而在經過調查發現原來在空難發生的前幾個小時 腹機師盧比茲曾經在前一班的班機上 演練過所謂的急速降落的操作 而這項發現等於是印證了盧比茲是預謀的 今年三月二十四號空難當天上午 德國之一航空副機師盧比茲 在他第一班從德國杜塞道夫 飛往西班牙巴塞隆那時 曾經趁機長離開座位去上廁所時 偷偷練習過快速俯衝 在機長離開的四分半鐘內 獨自待在駕駛艙的盧比茲 反覆好幾次把高度設定 轉到最低的一百英尺也就是三十公尺 再轉回正常飛行高度 最後一次維持了超過一分鐘 直到機長回來才改回去 由於飛機原本就在下降 他短暫改變飛行高度設定 沒有拉起旋鈕讓他真正生效 因此無論機長塔台或乘客組員都不會察覺異狀 幾個小時後在這班飛機的回程途中 當機長再次去上廁所 盧比茲也再次把高度設定降為一百英尺 只是這次他鎖上駕駛艙門 拉起旋鈕執行了這個設定 任憑機長在外面喊叫撞門也無濟於事 最後飛機撞上法國阿爾卑斯山 造成一百五十人喪命 法國調查小組從兩具黑盒子解讀出 他在前一班飛機的練習過程 印證當初懷疑副駕駛蓄意墜跡的推測 這個調查進展也再次凸顯駕駛艙內 不該有落單的情況發生 而德國警方的調查顯示 盧比茲患有嚴重憂鬱症 病史從2009年就開始 最後一次飛行前 還在網路上搜索過自殺的方法 記者是慧容報導 尼泊爾強症發生到現在 已經快滿兩個禮拜了 目前官方公布的累積死亡人數 超過了七千七百人 而受傷的也有一萬七千多人 這裡是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附近的小村莊 當卡車開進狹窄的街道 村民響起熱烈的掌聲 還有人代表線上哈達表示感激 來自葡萄牙的奎洛斯和桑多市 原本要來尼泊爾觀光 但是抵達後第二天就遇上八十一年來最大的地震 當時想回國也排不到機位 於是乾脆留下來當義工協助救災 原本兩人只是靠一己之力 但眼看需要救助的村民這麼多 於是他們在臉書 號召遠在半個地球外的葡萄牙同胞 結果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 甚至引起葡萄牙媒體注意 讓更多人踴躍捐輸 支持兩人的異舉 除了物質的支援 幸存災民的心理創傷如何善後 也不能忽視 加德滿都一個提倡瑜伽 冥想的民間團體 除了透過官方網站募集義工與捐款 也就近在各地開設瑜伽教室 以冥想課程帶給災民正向的力量 雖然許多廟宇和家園都在大地震中被摧毀 但信仰虔誠的尼泊爾人 還是相信廢墟中仍有神明 他們在倒塌的殘骸邊放上鮮花 祈求往生者得以安息 而活下來的人也能堅強地面對未來 記者徐佳仁報導 利用網路APP丁披薩方便又審視 不過很難沒有想到 竟然可以成為救命的工具 美國佛州有一位母親 遭到了男友的轄持 她趁著用手機上網丁披薩的機會 向店家求救 成功救了自己跟三個孩子的性命 美國佛州中部這家披薩店 朋友終於同意讓她用手機下單訂披薩給孩子吃 她臨機一動在訂單上打了求救訊息 披薩店打電話報警後 警方立刻來到案發地點抓人 就這樣通過上網訂披薩這個小動作 這名媽媽成功讓自己和小孩脫困 在此之前 誰也沒想到網路APP 竟然也能發揮救人的妙用 記者曾慧明報導 以色列大選過後50天 總理納坦雅胡終於趕在最後期限完成了阻隔 聯合政府有5個政黨組成 不過聯合政府只比過半多了一席 所以未來可能處處受到在野黨的牽制 政局恐怕不穩 趕在阻隔期限的最後一天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終於獲得右翼政黨 猶太家元黨點頭 加路聯合政府 在120席的國會取得勉強過半的61席 納坦雅胡也將繼續她的第四個任期 猶太家元黨黨魁班奈特 同意提供八起的條件需要擔任內閣重要職位司法部長 猶太家元黨反對巴勒斯坦建國支持在西岸等佔領區擴建猶太屯肯區強硬的立場可能會造成未來以色列跟華府及歐盟的關係惡化 而在這之前納坦雅胡已經邀請其他三個黨陸閣 包括中間偏右的全民黨以及兩個極端正統派政黨聖經猶太教聯盟及沙斯黨 以色列政黨林立因此建國67年來從來沒有政黨取得國會多數席次 不過在大選後50天才勉強組閣的情況實屬海賤 而且只有一席的差距 恐怕浪聯合政府未來處處受到在野黨制軸 影響政局的穩定 記者陳秋梅報導 日本北陸新幹線從3月14號開通了長野到富山 金澤之後就人氣不減 今年的日本黃金洲更是一票難求 列車迅速進站 乘客們紛紛下車 北陸新幹線啟用之後迎來第一個大型聯修黃金洲 帶來賣賣人潮 北陸新幹線啟用後石川縣金澤市內的靜江挺市場人滿為患 不少遊客排成長長隊伍 為了吃到新鮮的魚貨 還有人願意等待超過一小時 有多少時間在一起 一時間半以上 一時間半以上 十時半來到了 我感覺到這裡並行 哈哈哈哈 熱鬧的景點不只市內 戶外的立山黑布阿爾卑斯山脈路線 也因為路邊的兩旁高聳雪道 有更多的觀光客 特地搭新幹線到這遊玩 開始吧 每一 二十公尺高的雪牆 長達五百公尺的雪道 形成大型的白雪隧道 為了一堵難得一見的隧道 排隊搭乘巴士的民眾隊伍 甚至一路排到了三樓 隊伍超過兩百公尺 前往兩個月 北陸新幹線已經替北關東地區鑽進了不少人氣 讓沿途經過的觀光地成了黃金洲收穫最多的大贏家 記者城市動摩倒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這位大紅魚出現在花蓮港的外海 由於很少見 所以吸引了不少民眾圍觀 甚至還有人擔心大紅魚的出現 是否跟最近的東部外海地震有關 不過專家說這位大紅魚 學名叫做斑點越魚 民間俗稱是紅皮刀 因為生活在深海三百公尺以下 所以比較少見 打開漁會的冷凍庫 躺在地上這隻紅色的大魚 就是六號在花蓮外海被漁民捕獲的奇怪魚種 瞧它身上鮮紅的色彩 加上會反光的斑點 重達52公斤 捕獲的漁民自己都不知道抓到了什麼 抓到怪魚也吸引不少民眾上前圍觀 就連附近鰻魚15年的商家也都沒有看過 就真的很像漫波魚 可是它的外觀是紅色的 然後跟漫波一樣有很厚的皮 事實上這隻紅色的怪魚 學名叫做斑點越魚 平常生活在海面三百公尺以下 屬於大型回遊性魚類 台灣比較少見 老一輩的漁民叫它紅皮刀 這幾年已經很少捕獲 所以才沒有什麼人知道 由於棲息深海怎麼會被捕獲 也讓人不禁聯想是否跟最近地震頻傳有關 漁民表示只捕獲一隻 有可能是海底沒東西吃才會跑上來 會觀察最近是否有其他漁民 發生在今年一月光天化日下 臺北的鵝梅停車場的槍擊雙屍命案 臺北地檢署呢 今天偵查終結起訴 盡請法院對兇手陳福祥求處死刑 今年一月十三號當天 新門町的鵝梅停車場 光天花日之下 竟然發生了雙屍槍擊的命案 震驚全國 這起因為毒品買賣黑吃黑的殺人 嫌犯陳福祥 在逃亡十二天之後落網 臺北地檢署呢 今天偵查終結 依照了殺人罪起訴 由於嫌犯呢 漠視人命惡性重大 所以檢方劍請法院求處死刑 全案已審 臺北地院 好 我們繼續要來看的是呢 最近呢 雲林有落農 受到了不明人士寄送 裝有子彈跟農藥的恐嚇性 還有人被要求要支付 一千六百萬元 被害人是嚇得報警 最後警方逮捕了 五名嫌犯 移送法辦 雲林農貝鄉 有許多村民從事落農產業 不過在今年一月份 到三月份期間 有部分落農被不明人士恐嚇 其中一名農貝鄉的 占姓落農 還被要求支付 一千六百萬元 事情闖開後 當地落農都相當低調 經過警犯調查 供臺北五名嫌犯 其中發現張信祖顯示住在同一村 也從事跟被害人一樣是落農的相關工作 因為熟悉落農的工作環境 與經濟狀況才會選擇針對當地落農來犯案 判刑之中一個是落農養殖戶 一個是動物用藥的業務員 所以他們對落農的經濟狀況非常的瞭解 警犯也說雖然恐嚇過程中 嫌犯沒有取得任何款項 但搜索中也查到改造手槍 全要依照違反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和恐嚇取財等罪嫌 將政府民嫌犯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 記者文王雄雲林報導 祝國團長期向臺北市政府 承租建坛青年活動中心的土地 不過由於年租金過低 遭外接質疑租的太便宜了 臺北市公務局今天發函 祝國團表示年底契約 屆滿時將不再續約 但是由於祝國團擁有 建坛活動中心地上務的產權 所以臺北市政府 現在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 將進行談判 祝國團承租位在臺北市的 建坛青年活動中心 七成六用地近九千坪的土地 是向臺北市政府承租 至今四十年 不過因為年租金只有 一千六百八十萬元 等於每平月租金大約一百五十六元 遭到外界質疑是建租 北市府經過研究 七號確定發函救國團 強調年底契約屆滿不再續約 北市府一旦順利收回土地 將由都市發展局接手 初步規劃透過士林再生計畫 與捷運線路結合作為公園用地 青年藝文中心等多功能使用 作為北市北區門戶的一環 由於救國團擁有建坛活動中心 地上物的產權 北市府片面宣布收回土地 勢必引發兩方的爭端 在反共復國政策之下成立超過一甲子的救國團 肩負著管理青年思想的任務 隨著時代的變化 轉變為替青年舉辦休閒旅遊服務的社團法人 如今市府拍板定案要收回土地 也將成立工作小組 進行後續談判 記者 另外高中微調課綱將在八月開始上路 而面對爭議不斷 今天有家長團體到教育部抗議 他們痛批微調課綱的程序大有問題 認為在司法上 一審已經被判決違法 教育部卻還是要實施 甚至以課綱綁大考 讓他們無法接受 家長團體來到教育部前 要求停止實施微調課綱 因為他們質疑去年教育部 通過微調國文和社會領域的高中課綱 過程有大問題 資訊也不夠透明 在司法一審已經被判決違法 但教育部還堅決執行 違法的一個新課綱 高中微調課綱惹出爭議 有部分縣市政府打算抵制 但教育部長吳思華 在立院達詢時則指出 要是學校堅持要用舊課綱編的課本 影響到學生升學必須自己負責 這番說辭也引來家長團體批評 教育部根本是違法課綱來綁架大考 高中微調課綱今年八月就要上路 但反對聲浪不斷 家長團體要求教育部全面退回 微調課綱 不過態度已決的教育部 只接下陳情書 暫時沒做出回應 記者 臺北報導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積極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 現在傳出黨主席朱立倫 昨天曾經打電話給他 要他堅持下去 外界解讀朱立倫表態支持楊智良參選 不過另外一位參選人立法院的副院長 洪秀柱今天則說 選舉比的是理念跟政見 不是再比誰得到主席比較多的關愛 距離國民黨總統初選 臨表連數倒數只剩九天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七號一早拜會立院 努力爭取同黨立委支持 不過有消息傳出 黨主席朱立倫六號曾打電話給楊智良 要楊堅持國父孫中山的理念 結果被外界解讀 使朱立倫在表態支持楊智良 但楊智良不願意證實打電話給他的黨內高層 究竟是不是朱立倫 至於另外一位表態參加黨內初選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是不是同樣也接到朱立倫的鼓勵來電 洪秀柱表示初選比的是理念跟政見 不是誰得到主席比較多的關愛 我覺得這有時候也是主席看到人講加油也是很正常嘛 對不對 我不希望任何人的關愛的眼神 我只關愛我自己怎麼做 我希望得到的是基層的支持者的關愛跟支持 而不是來自高層的一個看法 雖然朱立倫支持哪位黨內參選人 以警外界的關切 但是朱立倫本人到底選不選 現在黨內人士也摸不著童緒 洪秀柱強調朱主席應該出面正式公開說明選或不選 不要讓外界猜民 如果不選就應該扮演好總教練的角色 記者李威鑽 林國煌 陳保羅 台北報導 台南市環保局為了加強管制噪音 將針對競選活動還有集會遊行等等的噪音行為來進行開伐 未來如果在管制時間或者是場所產生了噪音 不需要檢測音量大小就可以直接開伐全國首例 噪音無所不在民眾常常求助無門 但是台南市環保局將率全國之先提出修正草案 規定未來競選活動不得晚於晚上十點 並且全天不得在學校 醫院等特定管制區 五十公尺範圍內宣傳 如果違反無需檢測音量直接開伐 環保局將依照應管制法儲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 同時要求立即改善如未改善 一般的這個所謂的廣播的宣傳車 關於違反照應管制法第八條這個行為管制 我們的罰則是新台幣三千到三萬 那我們是暗次處分 因為他是可以做立即改善的 我贊成 我們當然我們希望市政府是要公平 無分黨派 不可以說郭敏東你在選單車 我就給你取締 那民進黨就不取締 那這樣就不好 過去可能大家很愛勞力了 聽到選舉演講很開心 隨著二零一六總統大選的腳步慢慢逼近 台南預計也將會有一段選舉肇事期 因此針對環保局新修正法案 未來將會把選舉噪音納入管制項目內 曾經受到選舉噪音影響的民眾也表示贊同 原本宣傳車就是很吵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如果說有這樣開拔制度的話 希望他們會比較能夠安靜一點 對 支持的 另外針對特殊節目的民俗活動 像是鹽水風泡 則是像環保取河背之後 將不在此限制當中 記者溫正衡台南報導 為了防止國道逆向 或者是誤闖造成不幸的意外 高工局在國道三號的院裡 交流到南下的扎道出口 示範了彩色露面 在露面上呢 切上了大紅色塊 還裝了LED警示燈 如果示範效果不錯的話 將要逐步推廣 高速公路的扎道出口 最近地面上被騎上鮮紅的大紅色塊 不過這可不是民眾的惡作劇 這是高工局為了防止民眾逆向 或誤闖上國道 目前在國道三號院裡交流到 示範了新措施 高工局表示不少民眾曾因為路況不熟 或是為注意指示標示 所以誤闖紮道 為了降低發生率 所以參考國外的預防措施 除了在扎道口齊上明顯的大紅色塊 也加設逆向偵測系統 不但有LED警示標誌 還會民敵警告 但交通專家認為 光是這樣還不夠 李克聰認為高工局的利益是好的 但他認為民眾可能會不了解色塊的意義 而警告聲響民眾也可能聽不到 相關單位應該要加強宣導 才能更有效降低誤闖的發生率 記者邱紙培賴斯捷 苗栗報導 勞動部公布指導原則 明定媒體業務還有駕駛等等的外勤工時計算 不再只是以簽到部或者是出勤卡為線 現在像是通訊軟體行車記錄器 甚至是電話記錄都可以來證明自己外勤的工作時間 遊覽車駕駛全台跑偷偷下班時間常常不固定 記者整天在外面採訪 上班跟加班時間認定也常有爭議 勞動部發布勞工在事業場所外 工作時間指導原則 提供事業單位就新聞媒體工作者 電傳勞動像是圖稿設計 外勤業務員跟汽車駕駛等 不用非得用簽到部或出勤卡記錄加班 通訊軟體行車記錄器電話 跟交稿時間等紀錄也可以證明 約有五十五萬勞工渴望受賄 不過就有駕駛認為政策看得到 但加班費很難拿得到 遊覽車工會表示 之前跟勞動部開會討論過 但針對休息時間跟待密時間的認定 還是有疑慮 針對外界質疑勞動部長陳雄文表示 勞工朋友一開始可能會不敢主動爭取 但卻像是育嬰劉婷一樣都是趨勢 勞動部強調公司可以依此原則 跟勞工約定進行認定 雇主如果違反相關規定 勞工可以檢舉相關的市政 向縣市政府勞工局申訴 另外政府全力推廣要補胃母乳 不過根據目前的法律規定只能上班時間一天兩次一次三十分鐘的補乳及乳時間 但是這些對於很多的職場媽媽來說根本不夠 甚至有人還因此引發了乳腺炎 今天就有立委的提案修法 希望能夠放寬時間 抱著小孩的陳小姐是還在補胃母乳的媽媽 她說餵母乳最重要的就是放鬆心情 才能順利秘乳 但目前姓平法規定上班時間一天兩次 各三十分鐘的時間根本不夠用 補乳媽媽在職場一直都會有個愧疚感 就覺得自己好像耽誤了工作 或者是大家都在等她 然後窩在一個廁所裡面 那個環境又不是很適合味道 人來人往的 她都讓她心情沒有辦法放鬆 就只能利用你自己休息的吃飯時間 你可能少吃一餐 然後你跑去擠乳 衛福部全力推廣補胃母乳 但很多媽媽反映 返回職場後沒有足夠的擠乳時間 導致秘乳量越來越少 很多人被迫停止補胃 立委因此提案修法 希望將現行的每天兩次 各三十分鐘的補擠乳時間 改為每天共九十分鐘不限次數 每個人的體質生理的需求都不一樣 奶量也都不一樣 那這樣的限制 無形中會給媽媽很大的壓力 那並且可能會增加這個乳房的疾病 立委指出 現行性貧法也只保障孩子在一歲以下的媽媽 能有補給乳時間 跟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出生十二個月後 仍然建議不為母乳被倒而馳 因此修法中也新增 孩子在兩歲以下的媽媽 都能在工作時有補給乳時間 修法最快渴望在這個會期通過年底上路 記者學家先期問他報導 環保署今天舉行六親擴廠空屋的研討會議 環保團體不滿呢 環差審查了四年多 不少爭議還是沒有辦法釐清 所以呢今天會議呢 爭議不斷沒有辦法進行 最後宣布散會 在六親四點九起延宵會議前 環團提出先前六親四點六 級擴建計畫中 生產食化產品許可證的發放量 遠超過環瓶通過的容許量 要求環保署跟雲林縣環保局 應該說清楚 那達到萬萬噸以上 違法給的許可的這個問題呢 是很嚴重的 環團不滿六親資料不公開 環保署跟地方環保局行政 怠惰加上環評委員不專業 導致六親四點六級擴建的環差案 已經審查了四年多 還是無法釐清排放量的爭議 在會議開始就以程序發言 質疑主席的專業 事實上 我們要拜託你把這個責任 丟回給環保署 環保署表示會議將擇期再開 是否更換主席還需要討論 環團要求環保署暫停六親擴廠的審查 清查六親所有許可證的合法性 針對雲林縣環保局 涉嫌違法發放台化公司許可證 他們也將向雲林地檢署提出告訴 記者陳書均陳信濃台北報導 桃園陽梅區的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面積一點一公頃 是全國最小的野生動物保護區 當初是用來保護臺北赤蛙的棲息地 不過現在卻傳出數量是越來越少 又滅絕危機 桃園市陽梅區的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面積一點一一公頃是全國最小的野生動物保護區 因為有數量穩定的台北赤蛙分布在這裡 七年前被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但當初用來保護台北赤蛙的棲息地 現在卻傳出數量越來越少 研究和保育臺北赤蛙超過15年的無生育發現 保護區內臺北赤蛙數量減少甚至絕跡 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棲地保護方式太過人工化 破壞臺北赤蛙原有的棲息環境 再加上池塘內出現肉食魚類都嚴重威脅到 台北赤蛙的生存 最重要的是把他恢復他原來有台北赤蛙出 那個出沒的地方的棲地再把它補回去 補回去就是給他有一個我們講的 就是有庇護手和繁岩和蜜蜜蜜的棲盤 目前已經委託台灣師弟學會來進行環境的研究調查 台北赤蛙的數量的調查 那在巡護的方面也結合當地的社區協會的志工 來進行一個巡護的工作 從九十三年到九十六年 一個晚上夜觀台北赤蛙數量上百隻 到現在只剩下個位數 十年間台北赤蛙數量大銳減 甚至有滅絕危機 桃園市農業局和台灣師弟學會 目前已著手進行棲地回復計畫 希望很快就能還給台北赤蛙自然的生活空間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這禮拜天就是母親節 一名一出生就遭到遺棄被收養到英國的女警 離開台灣已經將近三十年了 她在今年決定要跨海回台 來尋親 希望找到親生媽媽 一頭黑髮 外型亮麗 她是Larisa 和一群外國友人合照 東方面孔的她 特別顯眼 二十九年前 Larisa是在台灣出生 卻被遺棄在更新醫院前 當時身邊只有生母留下的信 寫著因為家庭貧困 無法撫養 請善心人代為收養 半年後她就被一對英國籍夫妻給收養 如今她即將滿三十歲 但對原生家庭卻是一無所知 在英國當警察的Larisa 十分渴望找到親生父母 想知道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 只是在茫茫人海中 不知如何找起 只能跨海求助台灣的收養 資訊中心 生父母沒有留下任何資訊 想要搜尋線索真的不容易 過去收養資訊中心 協助棄英尋青的成功率 幾乎是零 不過他們仍不放棄希望 Larisa也預計在十月 將回到台灣 展開尋根之旅 期待有一天能和原生家庭團圓 記者 蔡桂林 陳昌偉 台北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受到封面影響 但是這波封面的結構是比較差的 所以在降雨方面普遍不明顯 只有在中部以北的地區 跟東半部地區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氣溫上的話 因為降雨普遍不明顯 所以各地的高溫都在三十度上下 感受上是比較悶熱的 明天的天氣從地面天氣圖來看 我們還是受到這個封面影響 所以明天的天氣還是普遍不穩定 而且各地都有一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尤其在中午之後 降雨情況會比較明顯 尤其在山區 所以要去山區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這個情形 氣溫上的話 明天高溫在整個西半部 還是有三十一到三十三度 東半部有二九到三十度 所以沒下雨的時候 感受上是很悶熱的 至於在颱風消息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的顯示 編號第六號的中度颱風 洪峽目前距離台灣 還有一千七百七十多公里遠 未來一個方向 還是朝西北溪往菲律賓群島移動 我們預計這個颱風在禮拜天左右 會有北轉的一個情況 因此如果這個路徑不變的話 我們在禮拜天的時候 將會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提醒民眾要注意 這樣的一個情形 而這個颱風的一個動態 氣象局也會持續留意 以上資料由專案氣象局提供 好 接下來看明天各地的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在降雨的機率部分 是百分之三十到八十 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中部地區呢 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二度 南部地區是多雲的情形 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三十度 外島地區在金門馬祖市會下雨的情形 最低溫十九度 最高溫二十九度 以上今天公視晚見新聞 感謝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前苗栗縣長劉正宏 九年任內 苗栗負債從二百零二億 飆升到六百四十八億 如今苗栗不但發不出 縣府員工薪水 液金基建廠商六十億的工程款 連學童營養午餐基金也被挪用 不過劉正宏花錢毫不手軟 一場煙火燈會就花掉八億 二點六億蓋馬糞管 小型道路工程 任內就花了四十一點三億 連道路景觀維護 都可以花五億八千萬 為什麼劉正宏 可以毫無節制地大肆揮霍 今晚八點有話好說深入分析 就在公共電視 衝鋒陷陣 熱血沸騰 災難現場的人性考驗 小池撤平 藤原濟湘 一遍是難的 怎麼回事 你從南陵燈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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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六日起 每週三 週四晚間十一點 救災最前線 就在公視頻道 公視小導演大夢想 開始徵選拍片企劃案囉 只要企劃案獲選 公視將提供專業的影像培訓輔導 十二年來 小導演大夢想 已經有五十八部短片誕生 更有多部榮獲 國外兒童影展大獎 對 壓出來了 只要六月五號前上網報名 並祭出拍片企劃案